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个标志人物 所以他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欢迎您继续关注乒乓球赛场 男子双打的决赛是由来自解放军的两队选手 樊振东周宇对底木桥和隐行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解放军的樊振东和周宇 先取得了胜利 我们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第二局的决赛情况 精彩在握中国联通 共享全运会 畅饮汤全鼓 携手中网 让网求梦想 始终如音 红星尔克 好礼品 会说话 一路听天下 搜索一路听天下 让您发现新商机 听出好声音 招商热线 4006128899 分析他不是全会最强的两队男双 很多强的双打都输掉了比赛 其中王浩陈起是赋予了辽宁的翟一鸣和徐辉 王立琴 许新是上级冠军 输给了天宁的好帅和李平 另外在前面的半决赛当中 李牧桥隐行是4比1 战胜了翟一鸣和徐辉 樊振东周宇是4比3 在半决赛当中 战胜了天津的李平和郝帅 刚才谈到周宇和樊振东 是这次全运会最大的亮点之一 这两个小将确实太突出了 特别是他们不光有很强的 这种在技术上的一些崭新的技术 和他的精神风暴 最关键在场上我觉得 他们能够体现他们那个年龄 所该爆发出来的一种活力 因为看他们这个球 的确是可以欣赏很多东西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打法很先进 尤其是周宇跟樊振东 他们两个人揭发球的台内拧拉来说 这是非常突出的技术 这个技术最开始是 捷克选手科本 他拧拉开始 后来王浩把他继承下来 张继可把他发展了 原来拧拉只是一种 由下旋过渡到进攻的一种过渡手段 现在他们已经发展成一个主要的得分手段 尤其在今天上午 樊振东对张继可的比赛当中 他直接拧拉可能就 光这一项技术可能就得了十几分 这个给人一种耳目一新 给人一种心意 因为张继可呢 有伤病 所以在今天上午 男子单打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 是2比4 输给了来自解放军的樊振东 樊振东今年还不到17岁 无论是从团体到单向 还有他每场比赛在场上的这种势头 充分为我们上演了青春风暴 现在这场比赛呢 从整体实力上 樊振东周宇应该占一定的优势 第一局呢是很轻松的赢得了胜利 我看了一下这个樊振东的 整个打球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因为樊振东呢 是生在湖南 打球在广东 最后考到了八一队 然后进国家二队是02年 然后经过了不到短短的 一年多 他在国家二队就待了多半年 在国家队也待了半年 半年左右 然后他是通过去年全国锦标赛 单打前八名的成绩 直接升入了国家一队 所以他的我上回说就是樊振东的进步 他有点跟做火箭一样 他这个超出了一般人 但是我们也的确就说的 他这种付出还是也是超人的 这个小孩本来就说的运动天赋就很好 而且他非常的迷球 他在训练的时候认真 下来以后加班加点 回去以后看技术录像 写训练日记 所以他日子过得也很充实 所以他能够及时的 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 在很短的时间里的去攻克 你看这个球完全是能够表现出樊振东这种 十六七岁年轻小将 他的这种身体素质 他的能量 一般的是老将很难打出这样的球 就是很莫名其妙 而且是不讲道理的强势的一些技术 这样樊振东周宇2比0领先于解放军的李木桥和影航 稍后将继续带来第三局 来看一下第三局的决赛情况 这次整体我们看到解放军内容是全面丰收 男子团体 女子双打 还有男子双打 获得了三块全运会的冠军奖牌 而且他在男子最后一个项目 男子单打当中他的四强当中他还有两个席位 一个是王浩对北京的马龙 没错 一个是樊振东对上海的许棋 那么男子单打呢 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四人之一决赛当中 马龙是在上半区 4比1战胜了老将王立琴进击到四强 接着是王浩4比2战胜崔庆磊来自河北的选手 进击到四强 另外呢就是下半区的冷门 樊振东4比2战胜了大满贯张继科进击到四强 另外还有一个席位呢 是许新在持续团体双打低迷之后 4比3战胜了北京的延安 晋级到男子单打的四强比赛 另外女子单打今天上午也进行了四分之一的决赛 最终的结果的是山东的陈梦 鲍冷战胜了北京的丁宁4比3的比分 晋级到了女单的四强 另外是李小霞 另外是文家4比0 战胜了解放军的周心童晋级到四强 李小霞4比1战胜了舞阳晋级四强 四强还有一个席位就是刘诗文 4比3战胜了老将郭燕 晋级到女单的四强 这是全云会比赛 乒乓球项目第五块金牌 我们还会将在今天晚间的19点45分 为您带来第12届全云论会 乒乓球男女单打的半决赛 也希望您能届时关注男女单打的半决赛 出来 李之导好像隐航是国家二队选手 李牧桥是 李牧桥在国家二队待过 待过以后后来就 因为随着年龄增大了 他的球还可以 但是他的年龄在二队待也不太合适 有时候我们国家队集训还把他弄出 这个孩子来说还是表现非常好 第一个他是左手 他能起到一些陪练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说的 这个孩子他集体主义还是精神很强 对 他自己训练的同时还能为一些主力队员 做一些生活上的照顾工作 我觉得他还是很好的一个孩子 没错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和教练 特别注重运动员的打造 不光运动员要能够打好球 打好球是你的职责和本分 你干这份工作你就要全力以赴 这是你的职业 第二个就特别注重如何引导运动员 该如何做人 在做人方面 在文化教育方面 中国乒乓球队在近两年都加强了 很多方面的工作和指导对运动员 那么这场男子双打比赛 从整个决赛的情况 我们看到樊振东和周宇 还是有明显的 无论是在场上的气场 这种气势 还有综合的技战术能力 要好于队友 这两个运动员他有共同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的 他们这两个人的速度力量旋转 都是比较强 尤其力量旋转 两个人都是出来拔萃的 而且从反手技术上 两个人都是非常突出 再一个我觉得在性格上 两个人都是非常能拼 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特点 就是他俩人很很敢担当 一般年轻运动员 他打到关键时候 瞻牵顾后 尤其双打时候 他怕失误 这两个人不怕 我合围了我就发力 很硬气啊 有一种霸道 有一种霸道 霸气 很自信很自我 这种自信难得可畏 作为一个17岁18岁的小将来讲 在这样的大赛当中 能够体现出来 让我们望而生畏 这样3比0 解放军的李牧桥和银行呢 现在就大比分0比3 落后于樊振东和周宇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 这场男子双打决赛的第4局 观众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 男子双打决赛的第4局 我觉得李小冬教练 就从单个技术上来看 樊振东和周宇 他们强悍凶猛的这种技术 实力和强大的这种质量 力量 要好于李牧桥和银行 而且双打的意义还是非常大 原来奥运会有双打这个项目 原来是单打双打 奥运会四项里有两项是双打 男女 那现在就说了把双打改成团体以后 他这个在团体赛当中 第三场是双打 而且团体赛只能报名三个人 就说有两个人在承担单打任务的同时 一定要承担双打的任务 所以运动员 你如果说你仅是单打成绩好 双打一塌糊涂的话 你竞争奥运会的话 你就先输 还没下棋 那先输一招 所以他们现在 双打也重视了 对内搞的也是一种公平竞争 他们所有的比赛成绩都会记录在 所以说双打能力的好坏 也是一个衡量他们参加奥运会 这些世界重大比赛的一个衡量标准 所以李木桥跟银行也叫了暂停 也就是说在前三局比赛当中 他们是落在下风 尤其在最后一局 他们也不愿意以李木里四败北 所以就说还是利用暂停 寻求一些办法来争取 能够有所作为 所以这个对凶狠型打法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先抢先上手 让他防守 对 一般凶狠型打法 也跟观众介绍一下 一般的都是攻强守弱 就是他进攻能力强 他防守能力不强 你要战胜他的话 如果你能够 第一个就是要抢先上手 第二个才是控制严密 加强变化 这样的话能够打乱他的 这种抢攻的节奏 抢攻的习惯来说 你才能赢得一种 赢得一种先手 赢得一种主动 好 现在比分打到了6比4 打到5比4分钟 看起来 好 我愿意 吃得到 好 雞蛋 这几分球 周宇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梵振东在这场球抠的可能更紧一些 他也想速战速决 他晚上因为还有一场关系重大的半决赛单打 连场 反了 你看这个球就是梵振东和周宇 他们俩也不用说配合多么默契 而是靠个人的一种技术能力 就能够压倒对手 现在9比6 梵振东和银行也在千方百计想办法 这场他们把这局比赛拖到尾局的话还是差距不大 还有一线机会 现在对周宇和梵振东来说就是一个小小的考验 因为越是离最后的胜利越近 运动员的心跳会加速 而且会产生恐慌 这个慌乱的一个情况 周宇拧拉 所以拧拉技术还是很先进 尤其在关键时刻 你在揭发球的时候本来是被动的一项技术 被动的轮次 你能主动发动进攻 白短 梵振东防御 这样周宇 梵振东 这对年轻的新生代力量 代表解放军队就获得了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男子双打的冠军 小将梵振东今年不到17岁 从来没有参加过全运会 这是他的第一届全运会经历 刚才他的经历我们也介绍了 发展进步是飞速的 确实让人感觉到 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强 我们看到梵振东和周宇 让我们感觉到 他们的进步 他们的成长 可喜可贺 那么这场比赛呢 就先为您介绍到这 我们在今天晚间的19点45分 会继续为您带来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男女单打的半决赛 也希望您能届时收看 时日是李小冬和杨颖 在安山奥体中心乒乓球场 为您现场解说评论的 观众朋友们 再见 Давайте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